在麦田第二次成熟后的一个深夜 诚心醒来 发现关一帆出去了 他起身来到外面 看到太阳已经变成一轮明月 小世界沉浸在如水的月光中 他看到了关一帆 他正坐在小溪旁 他在他月光下的背影中 看出了忧郁 在这真正的二人世界 两个人都对彼此的精神状态十分敏感 诚心已经发现关一帆有心事 其实 他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很阳光的状态 直到几天前 他还对诚心说 如果他们真能在新宇宙中安定的生活 也许他们的孩子能够重建人类种族 但后来 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 常常一个人长时间沉思 有时还在终端窗口计算着什么 诚心在关一帆身边坐下 他把他轻轻搂在怀中 月光中的小世界 十分宁静 只有小溪中的水声 月光照着成熟的麦田 明天就要收割了 质量流失 关一帆说 诚心 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溪水中跳动的月光 他知道 他会解释 关一帆接着说 我最近 我最近 一直在看三体的宇宙学 刚刚看到了一个 对宇宙数学之美的证据 宇宙 在质量上的设计 是极其精巧的 三体人已经证明 宇宙的总质量 刚刚能够使宇宙探索 一点不多 一点不少 总质量 只要减少一点 宇宙 就由封闭变成开放 永远膨胀下去 可质量 在流失 诚心说 他立刻意识到了 他最后几句话的含义 是啊 质量 在流失 今三体世界制造的小宇宙 就有几百个 宇宙中的其他文明世界 为了逃避大坍缩 或为别的目的 又制造了多少 这些小宇宙 都在带走大宇宙中的质量 我们应该 问问质子 我问过 他说 截至六四七号宇宙 建造完成时 按照 三体世界观测的宇宙状态 还没有发现质量流失 产生的任何影响 宇宙是封闭的 必定会探索 那 六四七号完成以后呢 他当然不知道了 他说 在宇宙文明中 有一种智慧文明的群体 很像 归零者 叫做 回归运动 他们力图制止小宇宙的建造 并且呼吁 把已经建成的小宇宙中的质量 归还给大宇宙 但这方面的情况 他知道的也不多 好了 不要再想这些了 我们不是上帝 可是 咱们早就不得不想 上帝要想的事 不是吗 他们一直坐在小溪旁 直到月亮 变成太阳 小麦收割后的第三天 收获的麦子 都已脱力入仓 成心和关一帆 站在地头 看着机器人 翻耕土地 准备下一季的播种 现在仓库里 已经堆满了粮食 再种小麦 就没有地方放了 要是在以前 他们会热烈的讨论 下一季地里种什么 但现在 成心和关一帆 都心事重重 不再关心这些事 在整个收割 和打肠的过程中 他们都待在房间里 讨论着各种可能的未来 两人发现 每一种 他们个人生活的选择 最后都会涉及到宇宙的命运 有时 还涉及多个宇宙的命运 他们觉得自己 真的像上帝了 这种宏大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于是一起来到外面 他们看到质子 沿着田梗 快步走来 质子从不干扰 他们的生活 只有他们需要时 才出现 而这次 他的步态 不同以往 很急促 没有了一贯的优雅 脸上的紧张神情 也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我们收到了 大宇宙的超模广播 质子说 然后调出了一个终端窗口 并把它放到很大 为了让他们看清窗口中的内容 他还调暗了太阳的亮度 窗口中 快速滚动着无数行符号 那是由超模广播 所发送的点阵图形显示的 那些符号 奇形怪状 无法辨认 程鑫和关一帆还注意到 每一行符号 都不是同一类型 他们滚滚而过 像波纹凌乱的 湍急河面 广播 已经持续了五分钟 还在继续 质子指着窗口说 其实广播的信息很简短 持续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使用不同的语言 现在 已经出现了几万种语言 啊 到十万种了 这是 对所有小宇宙广播吗 常新问 肯定是 还能是对谁呢 动用这么大的能量 应该是重要信息 有三体 和地球语言吗 没有 程鑫和关一帆很快明白 这是一个宇宙文明的 生死步 现在 大宇宙可能已经过去上百亿年 不管广播信息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一个文明的语言 能够被列在广播信息中 那只有两种可能 这个文明 仍然存在 或者 这个文明存在过 且生存了 相当长的时间 它的文化 在宇宙中 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符号的大河 从信息窗口中 浩荡流过 已经广播了 二十万种语言 三十万 四十万 一百万种语言 数量 还在增加 三体语言 和地球语言 依然没有出现 没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活过 生活过 诚心说 他和关一帆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三体 质子突然喊到 一手指着显示窗口 这时广播的语言种类 已经增加到 一百三十万左右 窗口中 有一条三体文字的信息 一闪而过 诚心和关一帆 不可能看清 但质子能看清 地球 仅仅几秒钟后 质子又喊道 当广播信息的语言种类 达到一百五十七万时 广播 结束了 信息窗口中的滚动显示 消失了 只静止 只静止地显示出两条 分别用三体和地球语言书写的信息 诚心和关一帆 没有看清信息的内容 泪水 模糊了他们的双眼 在这宇宙的最后审判日 地球和三体两个文明的两个人和一个机器人 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知道 语言和文字的进化是很快的 如果两个文明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甚至现在仍然存在 他们的文字肯定与现在显示的完全不同 但要让小宇宙中的人看懂 只能用古文字显示 与大宇宙中曾经生存过的文明总数相比 一百五十七万 是个相当小的数字 在银河系 猎户悬壁的漫漫长夜中 有两颗文明的流星划过 宇宙 记住了他们的光芒 诚心和关一帆 平静下来后 仔细阅读信息的内容 两种语言书写的内容是一样的 很简短 回归运动声明 我们宇宙的总质量 减少至临界值以下 宇宙将由封闭 转变为开放 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 死去 所有的生命 都将死去 都将死去 请归还 你们拿走的质量 只把记忆体 送往新宇宙 送往新宇宙 黑暗的前景 在永远的膨胀中 所有的星系 将相互远离 一直退到各自的视线之外 到那时 从宇宙间的任何一点望去 所有的方向 都是一片黑暗 恒星将相继熄灭 实体物质将解体为 稀薄的星云 寒冷和黑暗 将统治一切 宇宙将变成一座 空旷的坟墓 所有的文明 和所有的记忆 都将被永远埋葬在 这座无边无际的坟墓中 一切都永远死去 为了避免这个未来 只有把不同文明制造的 大量小宇宙中的物质 归还给大宇宙 但如果这样做 小宇宙中将无法生存 小宇宙中的人 也只能回归大宇宙 这就是回归运动 两人的目光 已经交流了一切 并且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但程鑫 还是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我想回去 但如果 你下留在这里 我也跟你留下 他对关一帆说 关一帆 缓缓摇摇头 我是研究 直进一百六十亿光年的 大宇宙的 不想在这个 只有一千米宽的宇宙里 度过一生 我们回去吧 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智子说 我们无法精确测定 大宇宙中 时间的流逝速度 但可以肯定 据你们 从蓝星进入这里 到现在 大宇宙 至少过去了上百亿年 蓝星 早就没有了 云天明送给你的那个太阳 也早就熄灭了 我们现在 根本不知道 大宇宙是什么样的环境 甚至不知道 那个宇宙 还是不是三维的 小宇宙的门 不是能够以光速移动吗 能不能找到一个 可以生存的环境 如果你们坚持 我去找找看吧 不过 我还是觉得 留在这里 是最好的选择 留在小宇宙中 有两种可能的未来 如果回归运动成功了 大宇宙 坍缩为基点 并发生新的创世大爆炸 你们就可以到新宇宙去 如果回归运动失败了 大宇宙死了 你们还可以在这里 度过一生 这个小宇宙 也不错的 如果 所有小宇宙中的人都这么想 那 大宇宙 肯定死了 宇宙 成心说 智子 无言地看着成心 对于他的思维速度而言 这段时间 可能有几个世纪那么长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软件算法能够产生这样复杂的目光和表情 显然 敬佩 惊奇 责备 惋惜 种种复杂的感情 混杂在一起 你还是 在为责任活着 智子 对成心说 时间之外的往事 节选 责任的 解体 我的一生 就是在攀登一道 责任的解体 小时候 我的责任是 好好学习 做一个好孩子 不要让爸爸爸妈失望 以后 在中学 和大学 我的责任 仍然是努力学习 使自己成了一个 有能力的 优秀的人 不要让社会失望 从读博士开始 我的责任 变得具体了 我要为运载火箭的进步 做出自己的贡献 要制造出 推力更大 更可靠的火箭 把很少的人 和物资 送到地球轨道上 后来 进入PIA 我的责任变成 把一个探测器 送到一光年以外的太空中 与入侵的三体舰队相会 这个距离 是我以前 参与研制的 运载火箭飞行距离的 百亿倍 然后 我得到了一颗星星 在星际园 它给我带来了 以前难以想象的责任 我成为 黑暗森林威慑的 执剑人 现在看来 说那时 自己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有些言过其实 但我 确实掌握着 两个文明 历史的走向 后来 责任 变得复杂起来 我想让人类插上光速飞行的翅膀 却又不得不 做相反的事 制止 由此引发的战争 我不知道 那些灾难 和太阳系最后的毁灭 与我有多大关系 这是永远无法证实的 但肯定与我有关系 与我的责任 有关系 现在 我将登上 责任的禀风 要为宇宙的命运负责了 当然 要为此负责的 不止我们两个人 但这责任 有我们的一份 这样的责任 在以前 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我要对 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们说 我不是他选定的 我也要对 唯物主义者们说 我不是 创造历史的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幸的是 没有能够走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道路 我的经历 其实是 其实是 一个文明的历程 现在我们知道 每个文明的历程 都是这样 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 觉醒 蹒跚地 走出去 飞起来 越飞越快 越飞越远 最后 与宇宙的命运 融为一匹 对于智慧文明来说 他们最后 总变得 和自己的思想 一样大 智子 通过六四七号宇宙的控制系统 操纵小宇宙处于大宇宙中的门 门在大宇宙中快速移动 寻找着适合生存的世界 门 与小宇宙的通信 能够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 不能传输图像 只能发回对环境的评估结果 这是在 复识到识之间的一个数字 表示环境的生存级别 只有级别大于零的环境 人类才能在其中生存 门 在大宇宙中进行了上万次跳跃移动 这过程耗费了三个月 只有一次 检测到一个 三级环境 智子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 最好的结果了 三级环境 是很恶劣 很危险的 智子对程鑫和关一帆说 我们不怕 我们 就去那里吧 成心坚定的说 关一帆 对他 点点头 门 在六四七号宇宙中 出现了 同程鑫和关一帆 在蓝星上看到的一样 它也是一个 由发光的直线 画出的长方形 但比蓝星上那个 要大许多 这可能是为了物质转移的方便 门最初出现时 并没有与大宇宙连通 任何物质 都能穿过它 来到另一侧 当智子 重新设定门的参数后 穿过门的物质 消失了 它们将在大宇宙中出现 接着 六四七号宇宙 开始向大宇宙 归还物质 据智子介绍 小宇宙本身 是没有质量的 它的质量 都来自于 从大宇宙中 带来的物质 在三体世界 曾经制造过的 几百个小宇宙中 六四七号 属于最小的一类 它总共 从大宇宙中 带走了 约五十万吨物质 相当于公元世纪 一艘大型油轮的运载量 从宇宙尺度上讲 确实微不足道 物质搬运 首先从土壤开始 自从第二次收割后 田地就没有再播种 机器人们用干农活的小推车 装运潮湿的土壤 到达门前时 两个机器人抬起小车 把土倾倒到门里 在经过长方形平面后 土消失了 土壤的搬运 进行得很快 三天后 小宇宙中 已经没有一粒土了 房子周围的那几棵树 也送进了门中 土壤消失后 小宇宙出现了 一片金属的地面 这地面 由一片片光洁的金属板 拼接而成 像镜子一样 倒映着太阳 机器人 从地面的一侧 把金属板拆下来 把它们一块块 推进门 在小世界 一侧被掀开的地面下 露出了一艘 小型飞船 这艘飞船 只有十几米长 却浓缩了三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它是按地球人类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可乘坐三名成员 装备了核聚变和趋力驱动两套动力系统 有适合人类的迷你型生态循环系统和冬眠装置 像星环号一样 可以直接在行星上降落和起飞 也许 是为了方便通过小宇宙的门 它的外形成细长的流线型 这艘飞船 原本设想是由六四七号宇宙中的人 进入新宇宙时使用 在新宇宙中 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前 它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 它们将乘坐它返回大宇宙 金属地面被继续掀开 露出了下面的机器设备 这是程鑫和关一帆 在小宇宙中第一次看到 具有三体特征的事物 就像程鑫曾见过的那样 这些东西的设计理念与人类完全不同 初看根本看不出它们是机器 像是一堆怪诞的雕塑 或某种自然形成的地质构造 机器人开始拆卸这些机器 把它们的部件一块块的送进门 程鑫和智子在一间房子里忙碌着什么 他们不让关一帆过去看 说是在做一件女人的事情 最后会给她一个惊喜 当地面下的某部机器被关停后 小宇宙中的重力消失了 那几桩白色的房子悬浮在空中 机器人在尸重中拆除天空 那是一大片能够显示蓝天和白云的薄膜 这时最后的地面也拆除了 由于水体失去约束大量蒸发 小宇宙中云雾弥漫 太阳在云后朦胧地照耀着 出现了一道横跨宇宙的绚丽彩虹 小世界中的水都在湿众中形成大大小小的夜球 晶莹地折射和反射着阳光 在彩虹周围漂浮着 随着机器的拆除 生态维持系统关闭了 程兴和关一帆穿上了太空服 至此再次修改了门的通行参数 第一次允许气体通过 小宇宙中响起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这是空气涌进门时发出的 在彩虹下面 雪白的云雾在门的附近形成一个大漩涡 像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上的台风 然后漩涡变成一股龙卷风 发出的声音也变成尖笑 漂浮的水球被纷纷吸进 湍急的龙卷风 磁碎后消失在门里 空中漂浮的无数小物体 也都被龙卷风吞噬 太阳 房子和飞船等大物体 都向门的方向飘去 但他们很快被带有推进器的机器人 而固定在空中 随着空气渐渐稀薄 彩虹消失了 云雾也越来越淡 空间变得越来越透明 小宇宙的太空显现出来 它与大宇宙的太空一样 漆黑深邃 但没有星星 只剩下三件大的物体 漂浮在太空中 太阳 一间房子 和飞船 还有在失众中的十几个机器人 在诚心眼中 这个简单的世界 很像他小时候画过的 一幅智拙的画 成心和关一帆 在失众中 开动太空浮上的推进器 向太空深处飞去 最远飞一千米 就到达宇宙的边缘 瞬间回到宇宙的另一侧 可以在太空中 看到那些物体的印象 每个方向的印象 都有无穷多个 像相对摆放的 两面镜子中的场景一样 呈长长的一排 延伸到无穷远处 最后一间房子 被迅速拆除 这就是质子的那间 东方阁调的会客厅 那些字画 查案和房子的碎片 一起被机器人送进门去 太阳 终于熄灭了 它是一个金属球体 发光的一半 是透明的 三个机器人 把它整个推过了门 以后小宇宙中 只能用灯光照明 已经变成真空的太空 迅速冷下来 残存的水和空气被冻成片片冰晶 在灯光中闪闪发光 在质子的指令下 所有的机器人排成一列 鱼贯的 进入门中 现在 小宇宙的太空中 只剩下一艘细长的小飞船 和漂浮在船边的 三个人 质子 拿着一个金属盒 那是他们要留在小宇宙中的东西 是要送往新宇宙的 漂流屏 它的主体 是一台微型电脑 电脑的量子存储器中 存储着小宇宙电脑主机的全部信息 这几乎是 三体和地球文明的全部记忆了 当新宇宙诞生时 金属盒会收到门发来的信号 然后用自己的小推进器穿过门 进入新宇宙 它会在新宇宙的高维太空中漂浮 等待着被拾取和解读的那一天 同时 它还会用中微子数把自己存储的信息不断的播放出来 如果新宇宙中也有中微子的话 诚心和关一帆相信 其他的小宇宙 那些响应回归运动呼吁的小宇宙 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如果新宇宙真的诞生 其中会有许多来自旧宇宙的漂流屏 可以相信 相当一部分漂流屏中的记忆体里存储的信息 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记录了那个文明 每一个个体的全部记忆和意识 以及每个个体的全部生物学细节 以至于新宇宙中的文明 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复原那个文明 还可以再留下五公斤吗 诚心问道 他在飞船的另一侧 身穿太空服 手中举着一个发光的透明球体 球体直径约半米 里面漂浮着几个水球 有的里面 游动着几条小鱼 有的里面生长着绿藻 还有两块漂浮的 微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一行陆地 上面 上面 长着嫩绿的青草 光亮 是从球体顶部发出的 那里安装着一个小小的发光体 是这个小世界的太阳 这是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球 是成星和质子十多天的工作成果 只要球体内的小太阳还能够发光 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就能生存下去 只要有它留在这里 六四七号宇宙就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黑暗世界 当然可以 大宇宙 不会因为这五公斤 就不探索了 官一帆说 他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想法 也许大宇宙真的会因为相差一个原子的质量 而由封闭 转为开放 大自然的精巧 有时超出想象 比如生命的诞生 就需要各项宇宙参数 在几亿亿分之一精度上的精确配合 但成星 仍然可以留下他的生态球 因为在那无数文明创造的无数小宇宙中 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不响应回归运动的号召 所以 大宇宙最终被夺走的质量 至少有几亿吨 甚至可能是几亿亿亿吨 但愿大宇宙 能够忽略这个误差 成星和官一帆 进入了飞船 质子最后也进来了 他早就不再穿那身华丽的和服了 他现在身着迷彩服 再次成为一名清洁精干的战士 他的身上 佩戴着许多武器和生存装备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插在背后的 武士刀 放心 我在 你们就在 质子 对两位人类朋友说 巨变发动机 启动了 推进器 发出悠悠的蓝光 飞船 缓缓地穿过了 宇宙之门 小宇宙中 只剩下漂流瓶 和生态球 漂流瓶 隐没于黑暗里 在一千米见方的宇宙中 只有生态球里的小太阳 发出一点光芒 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中 几只清澈的水球 在灵重力环境中 静静地漂浮着 有一条小鱼 从一只水球中蹦出 跃入另一只水球 轻盈地 穿游于绿枣之间 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 有一滴露珠 从一片草叶上脱离 旋转着飘起 向太空中折射出 一缕晶莹的 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